经的变速越多越好 我听李老师讲那个佛修概要 我听了十一遍 他每一次办办的讲这课程 我都去听 十一遍听下来了 我都会讲了 可以不要用书本 我就会讲了 不重复不行 这个经至少要十遍以上 重要的经典 我差不多是听三十遍 才真正能体会 变速少了不行 所以学佛不得离 未必变速太少了 讯息的时间不够 真正常识期讯息 自自然然就明白了 自然就相应了 忍入波罗密有三种 这个形象 我们应当要学 第一个是 耐冤害人 能耐人 有情冤敌之脑海 有情是说人 我们的冤情在主 这些人 那不一定是什么原因 他毁谤你 他侮辱你 他破坏你 在陷害你 你能不能忍 你要不能忍 你不是修菩萨心 害到了极出的时候 就是 释迦牟尼佛 在修人入 人入波罗密的时候 叫人入仙人 遇到格力王 可以戒身体 把他灵吃 处死 用刀 在身上 一片一片割 割死 不叫你好死 那是格力王 怨恨心的 你是修忍辱 好 我看你能不能忍 用这个手段 把他戳死 格道快要死的时候 问他 你有没有怨恨 佛说没有怨恨 而且还告诉他 我将来成福 第一个来度你 佛说话算话了 释迦牟尼佛成佛了 第一个得度的 成阿罗汉的 敲诚如尊者 前世 就是格力王 这是释迦牟尼佛 给我们做典范的 没有一丝毫怨恨 波达尼佛有怨恨 还有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他是来考试的 看看你忍辱到什么程度 你毕业通过了 成佛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原本成佛 是贤界第五尊佛 在弥勒 在弥勒佛之后 因为 忍辱波罗密 圆满了 他提前了 在弥勒菩萨之前 他先成佛 弥勒菩萨退后了 提前成佛了 你说要不要感谢 郭力王 所以 我们遇到 别人来毁谤 侮辱陷害 要感恩的心 不能有一丝毫 怨恨 他来考我 我知道 我程度提升 如果还有一点 还没放下 那不行 这还要重新来经过考试 一次考试就及格了 这提升就不会第二次了 可是你境界不断向上提升 就有参加不断的考试 你在菩提到这个路上 不是一帆风顺 如果真真修忍辱 是一帆风顺通过 好死不是坏死 问题就是 你用什么眼光去看 你用 觉悟的人眼光去看 就好死 人这无敌 人这是菩萨了 菩萨对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是敌对的 菩萨眼睛 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菩萨 就对了 佛菩萨来考试我的 那他表演的 做种种卧室 造种种罪业 也是给你看的 看你能不能忍受 看你是不是能看得惯 你还看不惯 你还不行 功夫差远了 这社会是个大舞台 每个人都在考你 每个人都在这吹咽你 所以 善财通子 五十三餐了 烈死恋心 五十三餐是我们现实的社会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由善的 由我 都让你看 观观通空 以清净心 平等心 恭敬心 看待 都是祝佛如来的实现 所以 一生 圆满 成就了 就这个道理 我看的人 我这个看不惯 那个看不惯 不是他做错 是我们自己有问题 他做的是对的 你看善财通子 看那些行物的人 他恭敬 供养 没有赞叹 表演是善的 正面的 他有赞叹 表演是负面的 反面的 他只没有赞叹 恭敬 供养 勤教 样样都不缺 他在学习 善的 我要跟他学 不善的 我看到 我要反省 由这改至 无这 加明 通通是善知识 夫自家 三人心 必有无私 三人心是自己一个 一个善人 一个我人 两个都是我的老师 这成就你自己 第三个是 地查法人 又名 无私 法人 不其人等 地观真理 而安住于 无私之理 跟前面 无私 法人 意思是一样 就是 你看一切法 看到一切法的 性向 离世 因果 不动心 这三种人 前面两种 是忍耐的人 后面一种人 是性人之人 好像是不一样 然而 决定不动心 这意义自同 这句话重要 就是 无论什么境界 现前 没有分别 没有知识 那这么高级的菩萨呢 正无私 法人 他是不起心 不动念 这叫无私 法人 不分别 不执着 那都还顺于 耐人 这个程度 到不起心 不动念 这叫无私 法人 华言经里面 也讲的这三种 这三种 讲的详细一点 第一种 奈 冤害人 为人 你看 冤阵 毒害 二家于我 既能 安心 忍耐 而无 反暴 之心 确定 没有报复 中国古人 所说的 你来顺手 古人又讲 行有不得 反求 逐 一定要有个信心 别人没有过错 过错一定在自己 他为什么不怨恨别人 怨恨我 我一定有过失 一定有对不起他地方 遇到这个事情 认真 反省 找出原因 消除原因 这问题就化解了 决定 没有冲突 千万不要认为 过失在对方 那就错了 那完全错了 我这身 没得罪他 前世可能有爱 那我们相信 六道轮回 我们有过去神 过去神中 戒的怨 现在遇到了 他的怨恨 先没放下 他来报复 那我们学佛 懂得这个 这些道理 我们就应当承受 答 不还手 骂 不还口 他骂我 恭恭敬敬听 他骂累了 他自然不骂了 我一直表示 真诚恭敬 没有一点怨恨 这个怨恨 就会化解 这点很重要 第二种呢 暗受苦 这你举的例子 疾病 水火刀杖 等众苦所必 能安心 能安心 忍受 天然 不动 这些什么 这业障啊 调整我们的心态 这些业障 也都能够 化解 这些业障 是我们不善的念头 不善的言语 不善的行为 所造成的 绝对不是外头 无缘无故 而价值于我的 幕后一条 为审查做法 提信虚幻 本无生命 信解真实 心无妄动 安然人活 这个人 是有肯定的意思 有同意的意思 佛在经上 讲的这些道理 我同意 我接受 我肯定他 这是这个意思 佛有的时候 讲的理很深 我们虽然不能理解 不怀疑 假以时日 慢慢的就会懂了 所以这个学经教 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是决定有道理的 常识熏修 就是你学一遍 是决定不够的 几个人 能一遍开悟 像慧能耐的人 一遍就开悟了 太少了 这是我们学不到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复 我读书有个习惯 重要的这些 过程 学习的过程 我至少是十遍 这是我一般的标准 要学十遍 听要听十遍 从前没有这些 录音带 录音带 没有这个东西 哪个地方 有讲这个经的时候 我就去听 听的变数越多越好 我听李老师 讲那个佛修盖要 我听了十遍 他每一次 半半的讲这个过程 我都去听 十遍 听下来了 我都会讲了 可以不要用书本 我就会讲了 不重复不行 这个经至少要十遍以上 重要的经典 我差不多是听三十遍 才真正能体会 变数少了不行了 所以学佛不得离 没有别的 变数太少了 讯息的时间不够 真正常识期讯息 自自然而就明白了 自然就相应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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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是 未经典